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菌子兰 在菌子兰的生长往生期 我们养护都会给它进行追肥 因为菌子兰它是一种洗肥植物 如果在养护的时候 没有满足它的生长需求 它的生长速度就会减慢 而且植株就会越来越受弱 更别说让它开花了 平时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都会选用一些有机肥 或者是自己寄作的一种肥水 比如黄豆水或者是饼肥水 香蕉皮水等等 这些肥水营养物质都是比较全面的 而且不会伤根也不会烧苗 但是就有花友问了 我们可以给它施用鸡粪呢 鸡粪也是有积肥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鸡粪它里面蛋磷甲元素 都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也比较全面的 我们在给它使用鸡粪之前 一定要发酵腐术好 不会在盆土里面再次发酵 伤害君子兰的根式 但是有些花友 发酵腐术好的鸡粪 往往有些发酵的不到位 或者是杀菌不到位 那么我们给它使用的话 也是伤害到君子兰的根式 所以我们养殖君子兰 想要给它施用鸡粪的话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可以给它施用这种鸡粪 它是经过发酵腐术好的 而且杀菌也是很到位的 而且它富含有育菌群非常多 把它全埋在土养里 都能让土养越来越疏松 而且又可以改善土养的酸碱度 像这个花盆口径的话 用20粒左右就可以了 鸡粪的肥酵特别长 我们使用的话 以全埋的方式就可以了 把它撒入之后 再给它埋一次薄薄的土养 经过浇水之后 它就会快速的溶解 释放出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 君子兰的脊柱就会越长越壮了 我们给它使用鸡粪的时候 就要根据君子兰的苗情 如果你的君子兰达到12叶片以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使用一些 磷酸阿 青甲或者是羊粪都可以 如果我们养殖的君子兰还不成龄的话 就建议大家使用鸡粪 能让它生长的比较好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